欢迎去看关系的许可 宇雪 刚刚我们谈的就是 法务部长郑明迁确定之后 居然出现了一个怪事情就是 现在在狱中里面的陈凯玲 居然非常的绝望 他连去出庭议训他都不敢 然后拿了一个刀子 不是刀刀 只是等于说一开罐的那个壳子 在身上画两刀 画两刀以后 在那边整晚的哭泣 他绝望 他痛苦 他觉得未来没有任何的可能了 为什么这么害怕 原来郑明迁我们知道 今天又传了一个消息 民进党来有个头号敌人 叫做张荣卫 为什么民进党非要除之而后快 因为张荣卫掌握了农会系统 你只有把张荣卫给干掉 你才可以掌握农会 你掌握农会 你才可以掌握南半里头 你才可以打通任督二脉 民进党怎么抓怎么弄 都搬不倒张荣卫 张荣卫怎么坐牢的 张荣卫竟然是被郑明迁 送进牢里的 保罗哥能让一个被关的人 感到绝望感到害怕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就是要关到永无天日 关更久 而当证明这个陈凯玲 其实早就知道我会被开刀了 企业站起来那时候 他就很清楚自己被开刀了 但他没有想要拿来一把刀 你知道是什么刀吗 屠龙刀 屠龙刀 这大支 哪有这大支 当然吓到马上泪流满面 所以你说 他现在已经被关了 等于说他现在派判刑是六年多 六年多我就认了 照讲你就关了个三年四年 你就出来了 现在不是哦 他现在看到了现在整个风向 他在坐牢下去是没完没了的 当他看到郑明谦 他就知道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为什么 因为郑明谦这个人可以讲说 雷令风行心狠手辣 为什么这样讲 以前民进党呢 再三的想要把张龙卫 米当也在云林呼风唤雨给搬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因为张龙卫掌位是什么 农卫系统 农卫系统 等于说全台湾的农卫系统 掌握包括到北农 你若有办法拿下张龙卫 你就有办法打通南北的任督恩脉 但迟迟拿不下来 最后是直到郑明谦出手 才把他给办下来 你说当时他是 云林的检察长吗 这云林的检察长 是他亲手 把张龙卫送进去的 他那时候担任 云林检察长期间 多么凶狠 原本大家都办不下来 给他办下来 判刑八年 各位 判刑八年很严重 对不对 你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 一到了第二天 他马上说 我要启动防托机制 我不能让你张龙卫逃跑 而且再来 他说在我卸任检察长之前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任期将满 快要调任 他说不行 我就是要 在我做的之下 亲眼看到我把张龙卫送进去 我才肯放心 你已经把张龙卫起诉了 你已经让张龙卫判刑了 你不再让他起诉 让他判刑 你还有一个防托机制 让他跑都不能跑 而且 他要在你的眼皮底下 发肩植息 对而且所以他们 那太狠了吧 他那时候讲张龙卫叫做火速发肩 所以到时候那时候 你们还记得 张龙卫要去的时候 然后全家大家哭了一把鼻一把眼泪 他就是幕后的那把屠龙刀 连张龙卫这个地龙 都有办法屠下来 其实我们就看到 他对谁 他对林志彪 他对谁 他对高红卫 你如果对林志彪 对高红卫 当然你现在是白礼猴 你这样对是够凶悍 可是毕竟是两个女孩 而且他们的政治实力 不够凶悍 可是你今天讲说 当年你连张龙卫都敢动 你动张龙卫 张龙卫有他的势力 包团看你这样是难在哪里吗 第一个因为他是在云林检察署 讲白了云林是谁的地盘 张龙卫的地盘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去办理当 你要在云林办张龙卫 那要承担多大天大的压力 那跟在宜兰的林志彪 或是新竹的高红安 是完全没有办法比拟的 而且我想想 搞不好你的生命安全都有问题 对 所以但是他也没有办到 办了 他办到了 而且办了之后还手不留情 为什么 我就是坚持 我赶紧把你送进去吗 因为他知道 这种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 在地方上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他就是怕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火速办 所以你说为什么賴清德那么信任他 不只是说因为当初 他曾经在小混混手下 解救了賴清德 甚至帮賴清德把那些众叛 而是在于说 他有办法使命必打 而且不管你是多大的一座山 我鱼工一山 我都有办法把你扳倒 看完一眼 你可以把张龙卫弄到牢里面去 我都觉得你是一号角色了 对没有错 所以现在郑明千的问题是 他现在 陈凯玲为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他知道 曾经把张龙卫这座 大山扳倒的屠龙刀 他没有扳不倒的 他如今要对准谁了 对准陈凯玲了 那这对准凯玲 现在还有谁了 市长站起来 市长站起来 理会站起来 黄伟哲了嘛 所以保留哥 现在你仔细看看 陈凯玲他现在怕的是怕什么 因为他现在整个案件的发展 原本是这个叫做 汤污治罪条例 相关案件判了六年多 对不对 但请问一下他下一个案子还有什么案子 他还有 还有案子吗 各位光电案请问一下结束了吗 他还有案子 对 他现在紧接着而来 各位记不记得 黄伟哲在什么时候被案 被案了 他是在2月29号的时候 被约谈被提掉 而那时候黄伟哲 亲一色把这个责任推给谁 陈凯玲 全部推给陈凯玲 说我不知道啊 那都陈凯玲弄的 那都陈凯玲弄的 所以对于陈凯玲来讲 原本他知道自己倒大煤 即将要被开刀 他也知道黄伟哲会把责任全部亏给他 但是他没有想到来了一个杀手 这么凶狠 所以保理哥 他今天做了什么 他就是紧张到 吓到 我已经人生没有未来了 当你知道原本六年之后 我可能可以出去 可能未来要变六十年 刚刚讲 他是什么时候 移坚到了台南监狱复兴 移坚到台南监狱复兴 就代表你已经定业了 和我们不是讲三省定业吗 二省打完 我从八年打到六年 照项我应该再继续打下去 没有六年我就发现 三二五发生什么事 赖清德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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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干脆我就认 我也不要再上诉了 我就六年我就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 他跟他讲 台南监狱长还怎么讲 他说他进去还算好 情绪还算平稳 三餐作息都很正常 一个三餐作息很正常的人 情绪很平稳的人 到了昨天 开始俩工了 早餐叫他起床了以后 他开始捂着胸 躺在地上 开始血冒出来了 干嘛 他的胸口开始流血 保理哥 我们讲 这通常发肩的人 是什么时候 情绪变化最大 进去的时候 就刚进去的时候 因为适应不良 觉得说人生地不熟 然后觉得说 我的人生怎么会 走到这个田地 当然会情绪变化 但不对 陈凯玲已经继续多久 我们还要算掉 减掉收押 加上他发肩的时间 他其实已经待了 超过一年的时间了 一个在里面 蹲了一年的人 原本情绪都很平稳 怎么会突然 在赖清德当选之后 开始决定产生变化 各位 这分两个城市 第一个 当赖清德当选之后 他知道自己 很有可能 如果再上诉 请问会发生什么状况 判得更重 判更重 因为赖清德已经讲了 起丢的膝盖起来 台南光电 我没有要放过 所以觉得判更重 所以他叫什么 任赔杀出 四十五者为俊杰 反正六年 也不上长 也不上短 我干脆蹲好就好 但没有想到 在昨天之后 他是到了什么时候 才决定 要进行自残 这样的动作 就是看到 郑明谦上任了嘛 而且昨天本来 是要借提陈凯玲 厘清 市府为什么会通过 丽阳能源的联审案 结果这个 他去都不敢去 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包雷克 当我知道 我已经六年了 而光电案是新的案子 而如今面对到了 叫做郑明谦 那请问一下 这个光电案 我如果去了 我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不知道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可能更久 最后反正 他知道自己倒大煤 所以对他来讲 他根本没有办法 面对这个现实 他也不愿意出庭 反正以拖待变 所以他为什么 会情绪低落 而且保留 还有一个我们讲 我们特别去采访 那个监狱相关人员 你知道 他们后来看到 陈凯玲闹完之后 因为医院逢三针之后 是不是回到老房里面去 还特别把他关到禁闭室 因为怕说 他会做一些奇奇怪怪事情 继续做 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哭 不断的哭 不断的哭 一直哭 这个泪流满面 不断唾气 代表他的情绪 已经完全崩溃 刚刚讲到 其实台南市长 黄伟茨在二月的时候 已经以证人的身份 这个证人的身份 供词非常不利于陈凯玲 当时就讲 市府当时你说 他一个侵发局 可以搞定这些事情 不可能 当时其实有三个科长 是有意见的 一个是环保局的科长 一个是地震处的科长 另外一个是侵发局科长 结果是什么 这三个科长都被吊子 而且这三个被吊子 是头衔散字 被丢到一个 非常不重要的位置 他在这个丽阳的 这个能源联系案 才能够过关 那问题来了 重点在 谁能够吊豆 这三个不同单位的科长 保陵院讲到问题的核心 这就是为什么 2月29号要去吊黄伟茨的原因 因为各位 我跟你讲 他们在这个案件 发现原本呢 他所谓的光电暗场 他有供旗上的限制 包括我们相关的农业部 他都有要求说 你如果超过两公顷以上 你不能直接做光电田 结果他们那时候呢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做法 保陵院知道他们做什么 把地一分一分一分 通通切割开来 变得很小块 很小块之后呢 再用立洋人员底下的 天叉天字号系列 分为五家公司 而这五家公司 再去把这些零碎地 给去承包 借以规避 但这时候有个问题出现了 请问这是金发局 一个人能做的决定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有三个科长在挡嘛 那时候三个科长 各位我们刚才讲的什么 包括金发局的 包括地震局的 包括其他的局数 环保局的 环保局三个局数 那陈凯玲他可以影响的是哪一个局数 金发局 他只能影响金发局嘛 所以他们就讲 因为那时候挡完之后 没有想到各位 就是这关键事 挡路时都不见了 很奇怪 当他们反映这件事情之后 这些人马陆陆续续的 都被调到一些其他的职务去 所以检调就怀疑 这个作为 不可能是陈凯玲一人所为 对不起 他是什么 是金发局 农业局 跟地震局 三个不同局处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讲 你看这个关键字在这边 陈凯玲的张手 不可能跨越不同局处 考量到科长调动人员 必须要是谁 市长来签认 所以这时候 我的好问题出现了嘛 那陈凯玲 为什么他再三的否认说 是有高层交办 是有高层交办 而黄伟哲为什么第一时间说 没有 是陈凯玲一人决定 不过这个 这个就是要约谈黄伟哲的目的 因为检调直接讲白了 他说 我们怀疑有更上层的人设案 所以约黄伟哲到场 那请问检调 还想往上办 所以不知道陈凯玲为止 对嘛 所以只有比陈凯玲更高的关 才有办法去剔除这三颗党路时嘛 而且各位 他们当时就在查这个金额 我们刚才讲到了 陈凯玲在过程当中呢 我们讲 他最后以400万交保 但怎么算 他总共也收了 大概一两百万两三百万 就不多的 为数不多的金额 怎么可能有办法约谈 而且各位 他这时候出现了 在228那天 各位黄伟哲什么时候被约谈的 229 他在228纪念的时候 消息风生走漏 所以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黄伟哲隔天出来说什么 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临时把他的公务行程取消掉 然后临时跑到这个 这个约当证人之后呢 然后出来媒体受访的时候 完全撇得一干二净 但讲白了 各位我们看到这个你就懂了 被调走的是哪三个人 第一个 这是金发局的一个叫郭科长 他是能源科科长 各位 他曾经还这个绩效 什么六都之冠 国败公务员 他非常还获得表扬 你看黄伟哲还站在身边 结果你知道后来调到哪里去了吗 秘书室主任 一个完全不重要的位置 而包括我们讲的 这位女性胡纯英呢 她也是非常优秀 获奖优等特优精进奖 然后呢最后被调到哪里 从地震局地用科长 科长之分长官缺 调到变秘书 所以他们讲了 不管是我们讲的 这位郭姓科长 又或是这位胡姓科长 请问陈凯玲 有办法 失守这天 伸到这种地方吗 所以脱背后 还有上层介入设计 而且刚才讲的 现在也在查 你到底是 他们讲说吃鮪鱼罐头 你怎么可能有罐头 你在监狱里面 怎么可能拿到这种东西 对各位我们讲 监狱他们所有相关的东西 就算他今天要吃这个罐头 他也会第一个 要经过检查 他不可能说 给你随便拿东西 再第二个 如果检查之后 他们大家都知道 这种叫做锋利的利器 一定会特别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拆掉来 换一个容器 然后可以装进去给你 所以他们现在就怀疑 奇怪 陈凯玲怎么有办法拿到 这样一个道具 而再来第二件事情 陈凯玲做这件事情 除了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 他是真的心灰意冷 还是说他也另外 有意图想要对外表达 代表有人在帮他嘛 没人帮他 请问他拿到这个东西吗 对拿不到 拿不到嘛 那有人要帮他 要帮他做什么事情 拿到哥自己身体 能够有什么效果吗 当然有效果 借由媒体的放导 借由媒体的播导 大家不就知道这件事情吗 而如今这件事情 传到了赖清德 传到了郑明圈 在我看来 这一出戏码 最主要的 不是他真的 对于自己生命有所绝望 而是他想要演一出苦肉记 拜托 手下留情 劳过我吧 好董事长 你是第一个讲说 当赖英德当选之后 他为了如果真的要连任 2028他只有一条路 他要向习近平上任以后 打摊 他才可以树立他的威望 才能够安抚内外 果然现在这条路 照你的路 完全的这个呈现 还有陈凯玲 照讲你都已经在里面 待那么久了 之前不是讲吧 他在里面情绪平稳 三餐正常 作息正常 就突然之间情绪发作了 陈凯玲为什么情绪发作 我们不得而知 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情绪发作 什么理由 谁知道 搞不好太阳 搞不好天气太热 天气太热 但是陈凯玲这个案子 我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台南光电案 发生到现在为止 有多复杂 第一个复杂的是 开了88枪 对 对不对 88枪 不会说是为了100万 就开88枪的 一定是后面有上亿来亿去 很多很多钱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这个整个投资 在台南投资 千亿投资 民进党每天吹牛 绿电有千亿 对不对 还有 太阳能板在哪里最多 在台南最多 然后还有各大财团 还有什么新潮流的云豹 小赖的当董事长的公司也在 郭台铭的弟弟不是也在吗 对不对 一大堆台湾该到的大咖 都到了 都是千亿 就目前查到的金额多少钱 两百万 对两百万 两百万你告诉我 这个案子破案了 那你把他判了六年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吗 不能结束嘛 这一定还有其他案子 好 第三点 我请问 我告诉你们一个很简单 背景 这时间久大家都忘了 陈凯玲为什么被抓 他为什么被抓 陈凯玲接受性招待 他到台中接受性招待 招待他的人 就是光电厂商 绿电的厂商嘛 那这个厂商 照着他目的 是不是希望得到方便 对不对 对 结果陈凯玲呢 居然做的是卧底的工作 他接受了对厂商的性招待 对 然后把这个厂商的资料 给另外一个人 告诉厂商的对手 他没有帮 这个 他接受性招待 对 他接受了贿赂 但是他没有帮这个厂商 他是帮另外一家 他帮另外一家 不是另外一家哪更多嘛 另外一家不知道多少 所以这个 目前 这个厂商为什么判缓刑 污点证人 就是我现在给你钱 你没办法办事 我火大火去告状 这故事是这样来的 所以所有的人 有三个同案 两个人都没事 两个都缓刑 因为汤污这个案子 很简单嘛 共同证犯嘛 你判六年 我判六年嘛 就没有什么大家 另外两个是污点证人 你比较优待的 没这回事 为什么陈凯林判那么重 那个厂商六百万罚款 就是因为他是污点证人 那好 那我们现在问题来了 陈凯林到底是为谁服务 为谁服务 那一定有一个特定的 那这个服务的人不要谈嘛 一定是绿店的 这个所谓的这些既得利益者 或是这些供应商嘛 就是这些商人嘛 对不对 那这些商人一定是比他现在 害他这个人更大咖嘛 所以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那为什么过去办不出来 搞了一两年办不出来 因为那个人在台南在地有够力嘛 够力到你燃减你 就是你今天陈凯林 这明天你也办不下来嘛 当时是 你民进党拐的嘛 绿色系统当你办不下来的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也不要再讲名字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事情 陈凯林这一次 他在狱中会自残 发现不对了 压不住了 他不是 他知道他已经完了 他这个事情崩盘了嘛 因为崩盘了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兰检在查的案子 不是查他已经被判刑案子 是查另外的还没有破案的案子 这个才麻烦啊 对 没有破案案子就是他原来的老闆啊 他原来不是老闆不是黄伟泽 这个绿电的 他的原来接受绿电的 他的系统 他真正的老板 派他去卧底这个老板 现在要现行了 这个麻烦来了 因为那个钱拿更多啊 他这边拿180 这边不可能拿180 因为超过嘛 所以他这时候干什么 所以这里如果是六年 那你就大梦了 所以他画肚子给谁看嘛 画肚子给外面的老板看嘛 我还没跟你说出来嘛 还没有咬出来嘛 要你们快点想办法嘛 因为蓝检 大家的观念里面会笑的嘛 不如跟总统讲一讲的嘛 大家认为台南是可以瞧的 所以他这个信号 是告诉他的老板 对 真正的老板 给钱的老板 把事情处理好 那他哭什么哭呢 这还不够哭 这还笑吗 这还不哭 哭整晚的 再判下来 后面再查下来的话 那是无期徒刑啊 一搞就是最高刑期20年嘛 累计除 累计 最后合并累计除 累计大概20年跑不掉嘛 这个他没细唱了啦 所以他现在 哪位这么绝望 愿意关这个六年多啦 那这个案多复杂 还涉及到当时的议员选 议长副议长选举 对 多少人扯在这个里面 台南的地方上的大大小小扯进去 购立人是一大堆 还有什么追归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水鬼的 搞不清楚嘛 搞不清楚 一大堆黑的白的 国民党通通搞到里面 然后收押了六个 你记不记得 对 那我问你收押这六个 现在是干嘛的 继续当议长议员 是没有继续干 怎么会这个样子 所以台南是 台南这个检查 地检署是可以瞧的嘛 那现在这个 这个陈凯林就是 做SOS的呼喊信号 快来救他嘛 因为再救 他不就他撞不住了嘛 因为他知道 他跟黄伟哲两个 在对谈的过程当中 下一个要约谈人是谁嘛 下个要抓是要拘提谁 他都知道了嘛 他心里有数嘛 到现在为止 他还保持江湖道义 还没有咬出来 最后受不了 他也会咬出来 好 律长 刚才讲的 这边真的有这么凶悍吗 刚才讲以前 民进党想进各种办法 我就要把张荣卫给搞掉 因为张荣卫不是说 你只是一个云林的地方派系 一个云林的地方派系 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是 你是等于说是整个农会 都你在花的呢 结果没有想到 他真的是被正明签搞进去的吗 而且你说不是 现在不是一个正明签哦 如果大家看正明签 你看不出那个味道 他现在是法务部长 检查总长是谁 邢太超 他们两个是随上架部的 你说他们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那才恐怖了 对 没有错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么正明签跟这个 邢太超 那么武侠小说里面的 以天剑配屠龙刀 是最好的形容 以天剑就是正明签 屠龙刀就是邢太超 为什么呢 因为正明签是外表 看起来很和善 对不对 内心坚毅 但是呢 那么邢太超就是 一路干到底 就杀杀杀杀到底啊 邢太超也创下一个记录 是什么记录呢 宝杰 你刚刚讲的这个云林啊 云林地检署 他当过检察长 屏东地检署 他当过检察长 这两个地方都是 本土派系最难搞的地方 他都当过检察长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有一个人赫赫有名 那么你一定听过 为什么呢 因为是邢太超 那么自己发文台北市警察局 要求把他提报流氓 最后侦办他起诉 现在亡命海外叫做 罗浮柱 罗浮柱就是邢太超 邢太超当时 用公文行文台北市警察局 要求把罗浮柱提报流氓 然后警戒而来 那么他在警政署 政风市主任的任内呢 还有包括 他在当主任警察官任内呢 那么去侦办罗浮柱的相关案件 最后一一起诉 最后罗浮柱不是就亡命海外了吗 就是邢太超干的好事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人的个性 因为我跟他非常熟啊 我所以非常了解他的个性 那你想说 邢太超跟郑明千两个人 真的关系非常交好吗 而且他们两个人 大学是睡上下铺的 他们两个人呢 那么一样是大学的同学之外呢 两个人还睡上下铺 除此之外呢 还相约去看电影 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 你知道两个人的交情就是这么多 很喜欢看那种办案的啦 逻辑性的那种电影就对了 所以你就知道两个人的交情怎么样 那除此之外呢 他们两个人的配偶呢 也都是司法界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出身的 包括法官等等 那你就知道 两个人的个性几乎都非常接近 只不过邢太超是强悍 凶悍出名的 然后呢 郑明千跟他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我才说他是 倚天剑跟屠龙刀 所以两个人呢 不相上下 还有 保健你知道全台湾最大的牛郎店 是谁冲掉的吗 就是邢太超冲掉的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个警政署 当政风市主任的时候呢 那不管你背后的 那个Mark是谁 他都冲掉 当时他来台北市临森北路 冲掉那个有三四百位牛郎的 这个牛郎店的老板 他的应该说是老板娘 是我们台湾的牛郎教母 他的弟弟就是台湾的高街警官 没有人敢动这张牛郎店的 被邢太超给断掉了 所以后来他就不断的升官 不断的升官了以后呢 终于升到了高雄地检署 那么依他的个性 那一年刚好 刚好呢 那么长官要求啊 那么查会要落实 邢太超不知道长官讲是这样讲 但他就真的查了 二十六件 包括所有的二十六件呢 全部包括地方的乡镇市长 什么全部都给他 起手 最后的结果 他是全国查会第一名 结果民生暗将 外调金马奖 到金门去当分检署的 这个等候检查长 我告诉你啊 什么意思啊 四年期间就让他外放那个地方 公公拍天爱啦 就是在那个地方 没有升官的可能了 所以后来他又回来的时候呢 后来他又回来的时候 那么是民党蔡英文 重用他的时候呢 蔡英文重用他 对蔡英文重用他 在邱太三那时候当法务部长的时候 推荐他当法务部的次长 然后呢 后来又接了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 我跟他讲 邢太昭的资历非常特别 为什么 他是分别当过高雄地检署检察长 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那么包括高分检检察长 后来当个检察总长 几乎没有人跟他有这样的一个资历啊 然后呢 他开始办案 那么最有名的一件案是办了什么呢 三宗案 马英九的三宗案 那是不是特征组签 把他这个不起诉了吗 结果邢太昭听过这些所谓的录音带 这样干嘛以后呢 那么他就把马英九起诉文明嘛 而且他有个习惯 他有什么习惯呢 他从以前当检察长开始就有个习惯 他自己除了办案子起诉之外 他一定找来其他的检察官 跟其他办案经验丰富的主任检察官 干什么 假想敌中队 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飞机不是都有假想敌中队吗 邢太昭就有假想敌中队 假设你是对方的 被起诉者的这个辩护律师 你会怎么辩 然后呢 事先就知道 宝洁 如果要讲 离现在最近的假想敌中队的一个案件 你一定知道 是什么呢 高宏安被贪污罪起诉案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呢 高宏安相关的贪污罪呢 就是邢太昭 然后跟这个 这些检察官 一起假想敌中队 等一下 所以 高宏安的事情不是只有郑明谦 是郑明谦跟邢太昭合作的 没有错 所以呢 事实上 高宏安跟他的律师 那么几位律师会怎么答辩 他们都辽若指掌 因为邢太昭从以前到现在 就有这个假想敌中队 你就知道 现在乙天剑跟屠龙刀一起配合 乙天不出谁与争锋 两个人一起配合 有的人可能卡不下手 好 郁峰 你刚才讲 现在风向 最近都完全改变了 连一个国中生杀人 以前我们都讲 不要重视人权 国中生还是那个年少无知 就可以高高举举 轻放下 没有 今天那个 他的那个干哥哥 已经派在这 已经以杀人罪 现在已经收押近见了 他这个妹妹看起来也不乐观了 风都变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从陈凯玲 他竟然会想不开啊 竟然一审的时候判八年 二审判六年五个月 竟然上诉之后自己撤回来 那表示说算了 我认了 什么叫做六年五个月 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六年五个月的话 你只要关三年 你就会申请假释 以他们在台南 过去来讲呼风唤雨啊 关三年就好 对 关三年就好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哦 关三年就好 他从去年开始办的话 他已经积压一年了 所以他接下来只要两年 他等于再进去关两年 他就可以处理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决定三审上诉 然后呢把他撤回 他觉得他看到了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想不开 为什么会拿这个鮪鱼罐头呢 他看不到希望了 他看不到希望 完了 他过去想说 他只要再关两年 他就可以重获自由 他现在知道说 这些人 这些人 下来之后 杀下去 他看不到希望了 所以他也不愿意 才去开庭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跟外界放一个消息 兄弟啊 你们要救我啊 就跟吴总讲的一样 对 这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记不记得 一清的时候呢 进去关的时候呢 一天到晚在问说 我们到底要被判几年 他说没有 反正呢 你们也没有希望 所以那时候有个大哥 也听到某个大哥 叫大家把他 鞋鞋鞋鞋 杨登奎 对 打断之后呢 把这些他们的那些树状 丢在他的石膏里面 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他决定学习的 就是杨登奎大哥 只是人家是拿 把自己手鞋打断 他是拿 那个 一开罐 割了两刀 所以这代表的意思是说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来救我 你们不救我的话 我 可能一票 玩到底 他有这么严重吗 可能会关到十几年 因为过去来讲 他这个是贪污 自罪条例 然后财产不明 跟洗钱 这个东西来讲 他扛得住 后面要来扮他的是光电 光电的话 他是扛不住的 光电扮下去的话 会死一片 所有 大公司 大财船 在台南有四大公司 四大公司的东西 都有经过他 有没有非法 我们不知道 只是你现在回头来看 这个东西 两个太阳 然后呢 这个余电共生 你一个一个查下去的话 一罪一罚下去的话 可能十几二十年 都是有可能的 民进党政府现在 风向变了 一路要杀到底了 一路杀到底 因为过去来讲 他应该是觉得说 选举之前 我来帮大家扛 我扛住了 选举之后 两忙忙 怎么没人来救我 没人理我 而且呢 这个东西 尽量要再继续 办下去 所以他知道 风向变了 好 另外来讲的话 这一个 国中生的事情 国中生的事情 一开始 什么事情都不准讲 什么事情都不准谈 甚至呢 一开始 要用办 他是什么 过失伤害致死 然后呢 变成什么 杀人 变成杀人未遂 今天我们该看到说 这两个检察官 都把他申请积压 然后呢 法院两个都压了 刚才最新的消息 干妹妹也压了 而且呢 两个人都用什么 共同正犯来办 更可怕的是 用杀人罪了 用杀人罪 很少看到 国中生用杀人罪来办他 你就会看到说 从过失伤害致死 然后呢 杀人未遂到杀人罪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真的是要 把他办下去 然后呢 这两个人都压了 更厉害的是说呢 这两个都是 共同正犯 所以呢 他现在就是要 杀他们以立威 这些到底讲 我们过去讲过很多嘛 你那个国中生 好好的国中生 然后呢 去学校竟然就被杀了 现在来说呢 决定了 反正呢 就把你们给处理掉了 新北地院是采 连人贷券的方式 将两名少年送到检方 由检方收到人券之后 再一刑事输重法 及少年输重法 等于说是 我又给你检方 叫你检方重新 你不是怎么 是杀人罪 给我重新再弄 这个很特别吗 其实说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根本不知道 少年事件处理法里面的个案 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他们就是这样子 默默默默就处理掉 但是这一件事情 等到赖赏政选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一切都透明了 他什么时候要移送 什么时候连人贷券 什么时候要开庭 下午三点半开一个 五点 全部告诉大家 为什么 以前呢 说什么重视人权 但是大家 民怨炸锅之后呢 现在新的政府 要让他知道说呢 你就是杀人偿命 你就是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这就是 他们决定下重所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社会 会看到他们怎么处理 好 另外有一个 非常微妙的讯号是吧 是看到台北市政府 蒋万安以前是说 你把你的那个 2017年的那个案 那个所谓的 跟其他局的合约 我把你拿掉 可是现在不是哦 现在放狠话说 我连你这个所谓的 当时好龙兵的母约 我也要把你撤掉 撤掉之后 他就要去开始质疑 当时你柯文哲 能够办的 为什么不办 而且不是只有这件事情 你就看到蓝绿两党 在市议会里面 针对你的国赛市场的改建 针对你当时的 一个所谓的金华城袋子 是一件一件的在翻了 柯文哲台北市 当了八年的台北市市长 那宝洁哥 这次总统大选 柯文哲在台北市 有拈另外两位对手吗 没有 侯友宜跟赖清德 也在台北市当过市长吗 没有 所以其实看起来 台北市是柯文哲的本命区 但是能够攻击 柯文哲最多的 也是在台北市 因为你八年的期间 我现在不是讲 柯文哲个人的问题 你整个团队 或者是你柯文哲在 就台赤光这个案子 就很清楚了嘛 他一句话就讲说 这郝龙斌签的约 但是你后续为什么 还继续签了这么多约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变攻击点 因为你要知道 包含现在目前 赖清德在组阁 或是台南的 这个88项的光电 都是在为了2028啦 那2028之前 会先有个2026 所以呢 2026的时候 国民党 民众党 民进党 谁能够站稳那个位置 谁就有2028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 正好是选后的期间 出手都没有太重 但是已经开始出手了 我就说 台北市会有多少的 市议员 现在目前开始 把旧的柯文哲 早就已经离开了 那柯文哲离开是 2022年就离开了 对不对 已经离开了一年多了 可是现在才开始 要去处理柯文哲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让柯文哲 在2028年的时候 继续维持这样 369万票 他的盛世质量 所以如果柯文哲 他现在目前拿到的是 简单出算 200万的民进党的票 这些人为什么 这次没有投给民进党 或是括号赖清德 投给了柯文哲 第一个就对民进党失望 第二个对柯文哲有期望 那很简单 当大家发现 民众党还有柯文哲这八年 也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好的时候 他就对他也没有期望了 就回到民进党 回到民进党去了 第二个 柯文哲他369万票的 那一个强度 是因为年轻人对他期望 可是有一些是新鲜感 有一些还是误解的 以为他真的能够赢过 对 这确实是有啦 我不知道 所以说柯文哲 他必须要证明他自己能够 另外开创出一个新的天地来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去云林卖聊去浮选 他希望这一期能选上嘛 明天就有答案了 因为以总统大选的得票来看 他跟赖青人只差一% 那明天开出来会不会只差一%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很熟卖聊 可是你就知道说 他现在还有蔡壁如 跟周渔秀的事情在吵 柯文哲放任他下面的两个 有时候常常就是这样子 恐怖平衡 两个大将 杨梢这个范窑 两个还在那边打 他就不会好 那重点在于 柯文哲现在目前要去面对 他在八年台北市场的期间 每一件做的事情都要非常的经得起考验 我不是说柯文哲有问题 而是柯文哲在台北市场这八年 是他唯一能够拿出手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职务了 但如果连本命区这八年 最后的检验都被攻破的话 那柯文哲之后 他的政策量 当然会比这次选中的大选还要更低 董事长 接下来柯文哲也会变成了矛头了 对 因为柯文哲在台北市这八年当中 他所谓的八包工程等等的案子 还有土地 大概也是超过千亿以上 李四川已经把柯文哲时代的 不守规矩的 不按照法令的办法修正完毕了 他过去有什么叫做减量开标 柯文哲自己发明的 但这种开标不合法的开标方式 不合规的开标方式 法规改了 不是 他把它导正回来了 李四川把全部导正回来 但是你导正回来 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这八年当中违法那个事情 你要不要把它提供出来 那李四川又想要去选新北市市长 所以就变成说他又不愿意得罪人 所以问题是这个不得罪人 怎么会办得出案子 所以这个问题是今天如果说 蒋万安没有看清楚这个事情 讲简单一点 投开标记录拿出来一看 都是围标 都是同样厂商 那这些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蒋万安跟李四川中间 没有魄力去把真正的柯文哲的毛病 挖出来攻出于世 所以李四川应该要努力的 像把他过去的问题 全部把他公开出来 这样才对得起台北市民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不涉险 我是张道合 周一教终 观点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单眼来上线